如果是True跟False 主要是根據f這個地方 那當然如果大於等於的話 那當然True的話就是會執行成年 反之就位成年 那如果假設 如果另外一個反方向好了 比如說我H假設小於 這個是大於等於嘛 那你當然也可以小於 小於的話你其實就上下顛倒比較好了 你就把位放在這邊 有沒有 小於18的話 那就是位成年 反之的話 那就是成年 所以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你看你只希望怎麼表達 有沒有 你是想要強調的是未成年 還是強調的是成年 這個順序我想你看怎麼表達 對就OK的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 底下這個Ls好了 如果我希望把那個成年改成青年 壯年 老年好了 OK 變成本來出貨兩個 現在變成總共又多了三個判斷 等於是原來的未成年 這樣有四個結果 OK 等於是侍從的判斷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 你希望有第二個判斷的話 因為目前的話條件只有一個 它是小於18 可是我還有第二個條件 我希望除了小於18之外 我還要判斷它如果大於18 而且是 應該是小於等於35好了 就是青年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未來如果假設 你有第二個需要加的條件的話 那其實我的習慣是很簡單的 就是直接把一幅的這一段程式有沒有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OK 然後接下來直接把它貼到底下來 但是特別注意喔 你一個邏輯判斷裡面不能有兩個if 所以第二個if的話 記得在前面 請你再加一個lif 但是它這個lif這個寫法是VBA的寫法 那它以上的話沒有se 應該lif 如果VBA是else if 所以有的時候不同的語法 它有不同的寫法 你要記一下 lif這樣 那意思就是第二個判斷 OK 第一個判斷是if 第二個判斷 OK 一個邏輯判不能有兩個if 第二個就加一個el就可以了 然後條件的話就是說 我要是大於等於 等於也算嘛 大於等於 然後呢18嘛 而且的話你後面加一個空一個 加一個and and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這個h 它是小於 小於有沒有 也能夠等於啦 35 但如果你沒等於就36也可以啦 OK 就是這個等號的話 如果不加的話你就36 有沒有 它就會在18跟35 不過我看還是把它統一下 上面前面有 後面就有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也就是意思 它是介於有沒有有等號嘛 所以18歲包含 然後這個也包含 有沒有 那就是所謂的青年好了OK 所以現在最近不是有什麼新清安 不過後來我發現我一直以為是新清安 只能夠是那個什麼青年人才能辦 後來發現其實沒有 好像 就是只要守 沒有房子人都可以辦嘛 OK 所以其實那個 我最近看到又有很多政策啦 OK好 所以這個青年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還有一個壯年 壯年我希望說 它的範圍是36歲啦 OK 到65歲 OK 所以有36到65 所以你又再增加一個條件叫壯年好了 那所以接下來壯年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青年做完之後 你直接把這一串有沒有 這一段程式把它直接複製 貼到底下 那我的習慣選起來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這樣有沒有 它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拿來改比較快 所以H假設是大於等於應該是多少 36吧 OK 因為假如說你用35它重疊了 不過跑的話先跑上面 先搶先贏 如果上面有35下面有35 那一定是上面有優先 它是循序往下走的 OK 然後AND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它要大於等於36 然後小於等於65 所以它是35到65是所謂的壯年 OK 那反織的話剩下來就不用了 剩下來就是上面一直往下 剩下來的就老年 所以其實你這個地方就不用說 特別還要再寫一個L一幅 什麼大於65不用 因為它其實剩下其他一定就是老年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那個剛剛的成年 又把它細拆分成三種 OK 當然如果你想說 為什麼你一定要拆分 有沒有看到什麼14歲以上 青少年 什麼青少年吧 OK 然後14歲以下 反正它 那個你們如果有興趣 自己再把它做一個多重邏輯的拆分 OK 那當然就可以做得很細 那主要就是說 你將來就不用忍一直在那邊看 你就直接電腦給它 你把規則制定好 結果輸出就是你要的 那外面再配合一個回圈有沒有 那後面會講 就是你可以把外部的資料摟進來 回圈一直跑跑跑跑 然後一直丟進去讓它 有點像是一個流水線有沒有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判斷 哪些是應該放哪裡 哪些應該放哪裡 這樣就可以很快的幫你把資料 放在應該放的地方了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最後跑跑看好了 結果應該OK吧 應該不難 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如果我今天假設是40歲好了 40歲應該壯年 OK 壯年沒錯 那我再隨便測一下 比如說70歲了 那應該是老年了 OK好 那其他應該沒問題啦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寫法 比較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地方你要不要等號 有的時候老師我不喜歡等號 因為等號太囉嗦 要不要多打一個 你就要記得 如果你沒有等號的話 你就要再 像這個35有沒有 你就變成要變36了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說特別注意喔 真的我發現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寫出來結果也都完全不一樣 那你說哪一種好 我跟你講 你習慣哪一種不會打錯那種最好 真的真的 我自己習慣是打這樣啦 我習慣有個等號 我不知道 我個人因為覺得好像比較口語化 另外還有個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以前習慣 因為我們以前寫C C++有沒有 都不用這麼複雜 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18放在h的前面 然後這邊加一個什麼 小於加一個小於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把第二個h有沒有 就把它串在這個中間 有沒有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要加等於 這邊要加等於 甚至他不想加等於的話 前面他其實可以把它變17 應該是17吧 17吧 這邊不用等號 36不用 類似像這樣 OK 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可是問題 包括你看都不習慣 像我自己是看不太習慣這樣的寫法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不口語啦 有沒有 那剛剛那個寫法比較口語 比較接近我們在講話的那個敘述方式 這樣的方式雖然很好 很精簡 可是比較不像我們平常直覺的敘述方式 OK 所以反正你們自己可以斟酌 如果你覺得是這個我比較習慣 那就寫這樣子 這個 如果假設你習慣剛剛的方法 你就用剛剛的這個方式也OK啦 所以這個兩種方式 記得喔 如果你像剛剛這個地方 這邊要加等於 那記得中間要加一個end end是說前面跟後面都要 而且 當然反之有偶啦 OK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 這個是屬於所謂的多重的邏輯判斷 反正以後的if 只要第一個是if 後面的話一定是lif 其實寫法跟if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寫錯就好了 OK應該沒有很複雜啦 以前的話除了這種多重邏輯判斷 在那個什麼C++或者是Java 還會有個switch 不過Python裡面沒有switch 他就是直接叫你用這樣的方式來撰寫 其實也OK 我是覺得這樣的寫法 反而比較口語啦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這個寫完如果你假設會出現錯誤的話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我也把它寫在第十頁的地方 或者你也可以請那個什麼 請那個challgyb幫你寫OK啦 只是可能你每一次請他寫的結果應該都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 每一個這個人習慣的寫法也不一樣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盡量的用你比較習慣的敘述方法 然後比較不會出錯的寫法 那就是最好的